央视网消息,当地时间10号,美国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方面发布消息说,一名航空公司的男性员工在外行许可的情况,吓偷偷开走一架飞机并起飞。 这架飞机随后在华盛顿州南皮基特湾附近坠毁。 据报道,驾驶飞机的这名男子,曾表现出自杀倾向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,此人已经在坠机事故中死亡。 从当地媒体摆设到的画面可以看到,飞机坠毁后爆炸起火,现场变成一片火海。 一名目击者摆设到了该飞机起飞后在空中盘旋,两架军方F15战机随后对其展开拦截的画面。 这名目击者还称,她的母亲所居住的地方距离坠机地点不远。 在她拍下这段视频大约8分钟后,她母亲发信息称,感受到房屋发生削烈震动。 军方派出两架战机拦截。 当地警方称,是一名29岁的航空公司,男性工作人员开走了客机。 这是飞机机形式旁巴迪公司生产的Q400形测机。 在客量为716人,飞机坠毁时,除驾驶者外,机上没有其他乘客,而西亚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运营,曾一度受到该事件的影响。 坠机事故非恐怖袭击机场秩序恢复,目前,坠机事故正在调查中。 当地官员称,基本排除坠机事故为恐怖袭击,目前西亚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也已经恢复运营秩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